基本上就是一个人管七个 这个甚至是现代互联网公司 基本上说一个人就是管七个人 就是这是一个最完美的组织结构 就是说这个组织结构 说一个人就是管七个这是最好的 你看看这个比例是跟那个 对对雅典那个 哈哈哈哈 那那那七分之六该怎么该怎么自处呢 我不知道这问问张老师 我也后期这个话题 你觉得他们活的就感觉拧巴吗 我觉得我我你让我想想 你自己好像在当年创业的时候 你你你没这个感觉 呃但其实也就是创业就是 呃他用很多比如说钱啊 或者说这个这个这个职位啊 这些东西来去让你获得一定程度的 这个满足啊 就是说比如说他给你规划一条 你的这个生殖路线 你奴隶没有这个那个路线吧 对对吧 他也没有说多少年多少年能成为公民 但我们现代人聪明就聪明在这一点 就是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基础马农 那你过两年是一个高级马农 哈哈哈哈 然后你过两年其实 有时候我在前面掉 对啊 你一二马这奴隶高级奴隶 奴隶总监啊 是一路这么上去 但这样子大家其实就是心里好受一点啊 但其实就是优积社会的一种逻辑 他前面老有一个骨头 然后你觉得你拼命跑两下 就能叼到那个骨头 他一直给你一个 就像就像一个大饼吧 就所谓我们他们互联网公司说 画大饼 其实就是画一个画一个东西 然后你觉得跑两下 努力跑两下就能吃到那个饼 然后我觉得可能慢慢的会变成一种 那个饼越来越遥远 那这个时候你还是不是觉得 这个东西是可行的 就是那个人的工具性 是不是还能坚持 就是一个意外 那后来你觉得有够的一天吗 有只停该差不多了的一天吗 就靠你自己能不能想明白这个事来去停 只能是这样 你要想追求这个 你愿意可以追求一下 从愿意给你创造各种 你下一个级别想要去够的这个东西 而且人好像也是这样 就是你一旦有了好条件 其实你也很难往后退 对吧 就是你说我这个吃好的吃习惯了 突然让你这个吃岔子 你又觉得不习惯 但其实它也是利用了你这个特性 来一步步驱使你去干活往前走 这个就可能是现在社会 比那个时候更稳定的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组织结构分工 其实只是更聪明 所以你这个青年人 你能理解中年人的辛苦 特别能理解 我还能理解青年人的辛苦 就是刚才就是说 一些互联网公司 今天就做PPT 去干活写代码这些朋友 到底如何能感受到 或者像看到节目里面 这些科学家一样 说我的工作是有意义的 我也想像他们一样 对 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所以我觉得特别牛的一种人 就反而是那种 比如说他以前是马农 他在北上广有买了一套房 他的贷款 然后他突然就决定 比如说我把这房卖了 我回到县城 买一套县城的房子 然后这边呢 因为卖了这个 这个北上广的房子 可能还有一点这个积蓄 我把这积蓄放到银行里 然后吃这个理财的这个收入 然后我就把我每月的这个生活 或者我都我对物质的欲望 限制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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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理财收入这这这点钱里头 就过这样的生活 他们就是有人说这是躺平的生活 但我反而觉得这是 一种挺了不起的吧 正常的生活 我觉得就是 他找到了一种推出的机制 就不是在这种单向度的社会 单一的评价体系里 我还要跟着这个单一的评价体系一起卷 反而是我找到了一种 另外的一种活法 而这种活法我觉得是 对任何人都无害 然后我觉得是挺了不起的 由社畜变成人畜无害 对 而且会后悔 但是很多人后面会后悔 怎么会后悔呢 没有他就说我房子卖了 那你看前两年他把房子卖了 然后他又开始说 我要不卖的话 这已经是 房子都回京了 房子都回京了 那要现在吃利息 我又怎么怎么着 这是个人啊 就是很奇妙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 我们说刚说这个奴隶 好像是解放了 对吧 我觉得这个 其实奴隶状态 也是一个相对的东西 它跟自由是个对立的概念 对吧 就是说在很多方面 随着这个社会管理体系 越来越发达 这个社会分工 越来越细密 这个社会各种各样的 高科技的手段 这个越来越发展 我们人到底是 越来越自由了 还是越来越不自由了 这是个大问题 对吧 实际上在我们说 到底是奴隶变成了人了 还是人在某种 另外一种意义上 更多的变成奴隶了 古西大社会的奴隶 是身体上外在的奴隶 解脱了身体上 被奴隶的状态以后 可能你的精神上 还在被什么思想和观念 给奴隶着 对对 就是 所以从这个意思上来说 这就是思想上奴隶 其实我们现在科技 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 一个网络 一个家属 一个家属 或者一个自顾 他把你捆在这里面 你只能按在里面 而且随着科技越发达 人实际上越没有自由 人的自由越少了 你只能想一想而已 科技越来越把你算得准准的 我真的觉得就是说 这个科技有一个 当然有积极面 但是它的这个消极面 越来越需要警惕了 对 因为呢 它对你的这个大脑机制的研究 对 越来越深入了 对 于是呢 到最后你还真就变成了一个物 你是 比如说啊 现在这个这个扫 这个各种各样搜索机制 是吧 本质上就是一种多巴胺 多巴胺机制 其实人的大脑 现在我们弄得越来越清楚了 叫多巴胺 对 但是让我们享受当下的 这个有很多物质 其中比较主要的一种叫内飞态 然后呢 但是问题在于多巴胺的这个 这个骗局是什么呢 它老是保持在想要 对 想要 但是你看很多东西你一买了 你马上觉得不太想要了 这就多巴胺消失了 多巴胺促使你想要 比如说他们就说很多企业家 为什么会变成挣了多少钱 甚至他可以不享受他的钱 对他来说粗茶淡饭 他也真是一淡食一瓢饮 他已经被控制了 他就需要那个数字 这种人在大脑神经学上来讲 就是追求多巴胺快感 这是一种类型 就是他其实是上瘾了 上瘾了 他老要这种对一个东西所期待 比如说你有一天走过 新开了一个那个 比如说汉堡店 我想吃 这个时候是多巴胺 但是你吃了一天 第二天不想去了 因为你不能享受这个当下 所以说就像你说的 他当代社会 他就前面那块肉啊 对 他就总是吊着 因为人从动物以来 演化出来的谋生机制 你的大脑就是促使你 老就想想想想 其实狗熊掰棒的 要了你就扔 要了你就扔 但这样的话 就是被奴役 对 而且更重要是 这块肉是高科技的肉 这块肉 他还可以知道 你已经想到它 这一点更重要了 是吧 他现在你看 我因为平时上网是少 但是我 比如说我玩 我哪天看看 看看这个二手房 很快就有房产公司 跟我打电话了 他就知道 我看到二手房了 是吧 我想那到底是 我获得了自由 还是我完全被他们 这个电脑 就捆绑了 是吧 他马上来通过你 然后你的电脑上 你这样一看这个 我因为平时也不看百度 它就出现大量 跟这个有关系的信息了 所以我说 这块肉 已经不是原来 那个被动的肉了 这个肉是个主动的肉 这个肉是高科技含向 它可以知道你在想什么 它进一步的诱惑你 是你不能 所以现在看来 就大概只有这个大脑 是不是前额叶这一块 大脑皮层 这个就是说 这个哲学思维 对 可能有助于 还是个那个管理你的 这个多巴胺 对对对对 让你别完全那么生物的 对对对 摆脱这块肉 或者至少在有限度的范围 对了 你看就是 比如说我原来 那生存都有困难的时候 确实就是啊 确实顾不上想别的 您先活着吧 活着就想活得更好点 房子再大一点 对吧 什么都能好一点 但是呢 好到一定程度 我估计忽兰 你可能还没到这个岁数 到一定程度 确实是会产生一个 就是说 哎呦 觉得还能不能挣钱 钱是挣不完的 还能 但是还需要去做一些 不想干的事 这个 或者说即便是想干的事 超量的去干 也会变得不想干 到这个时候 其实是哲学 让我明白 人生为了什么 比如说 我觉得那个话说的 那就是哲学家呀 就是 死了之后 都占那么大块地儿 对 挖出去的钱 才是你的人生啊 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 这个高消费啊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开始想想这个内飞泰 是对 我该怎么安详一些 对 我的这个 对吧 你会到达那么一个坎儿 那个坎儿上能够阻止你一直往前掉那块肉的 可能是哲学 你觉得是 我觉得现在 不知道张老师怎么想 我就觉得 哲学的进步速度 没有科技的进步速度快 就有点跟不上 毛头鹰 毛头鹰头发都白了 对对对 自从19世纪末 黑格尔时代以后 19世纪中期以后 他几乎就像罗素说的 他在科学和神学两者之间 遭到了双方的攻击 后来你觉得 就是在努力事业 怎么这些 整个这些过程中 你觉得疲惫吗 你有想过休息一下吗 或者放空 就什么都不干 我偶尔会害怕 就是 我就觉得我现在能干 我就再多看看 因为整个这个时代 包括环境的不确定性 就不给我这个安全感 我觉得如果过了几年 大家不喜欢看你在这边说了 那你再努力也没用了 那我还不如这样那天努努力 就把想说的说了 想把想表达表达了 其实会有这种不安全感 你不像我这个 反正已经过去了 再想干也没机会了 才能学学哲学 所以你看人生不同阶段 所以迷列完了猫头鹰 最后在黄昏的时候才起门 你还没到 你还没到 我黄昏 但是你说这个哲学现在困境 我最近呢 倒是跟好几位物理学家聊天 我又觉得呢 他们反而谈到一个问题 也离不开哲学 比如说呢 平行宇宙理论 假说 假说 那么就是说 我看了一本书 它列出了十种平行宇宙 但我觉得物理学家也是精算师 就是科学家真的是精算 他们考虑到任何一种可能性 比如他说 有一个教授 有一天上课的时候 突然想 他说当我们考虑了 种种平行宇宙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考虑到一种 就是什么都没有呢 就nothing nothing and nothing 就是什么都没有 数学上的零 是不是一个存在呢 这个其实就是哲学 其实我是温国研究 这个量子理论教授的 我说我就有个想法是 我是不是机器生成出来 就是你们都是NPC 这个世界就是我的世界 但有可能是 另外有其他人的 个人的世界 我解释不了这个世界 有可能 是 确实 就非常厉害的物理教授 解释不了 因为说实话 我们要从这个自然世界来看 这个自然世界本身 就是按照我们今天 最科学的语言 比如说宇宙的网站案理论 这样一种假说 就是说 从137亿多年以前 碰的一下 从一个原始的起点 开始爆炸 然后膨胀 红移 然后演生 这一切里边 都充满了某种 非常奇妙的东西 对 是吧 就它为什么会是 要进化 为什么从低级到高级 从简单到复杂 从无生命到有生命 从无机物到有机物 它这里面有个程序 在里面的 是吧 当然我们作为 我们是后来 137亿多年以后 出现了这样一个生物 我们觉得 它就是自然 它就是应该这样 其实这恰恰是一种 最不讲道理的说法 是吧 就是说 它是这样的 所以它就应该这样 其实它为什么这样 这才是重要的 所以很多 一流的科学家 他要考虑这个 为什么 就像刘顿一样的 刘顿不仅 翻向世界受万有引力 受三大定律的影响 他还要考虑 为什么世界会有三大定律 为什么会有万有引力 他认为这个东西 只能当时 他是从他那个宗教背景 这只能用上你来解释 是吧 同样现在也有一种 叫智能设计 就是说 可能有一个 完全超出我们想象的一个 我们人没法想象 因为我们的想象能力 是有限的 就像我们这个杯子 我们的理性就是杯子 但是我们这个杯子 装不下大海的 是吧 所以你这个杯子 你怎么装大海 你就只能装那一杯 就像我们也没法想象 那个更高的东西是什么 也许这一切东西 都是首先已经编好了程序 对吧 这就是他这个 程序员 对 程序 但只不过我们不认识这个程序员 程序员 就是那个台球杆 对 他又不是台球杆 他是那个操纵台球杆 操纵台球杆的人 然后你发现这个G是9.8 这可能就是一个游戏的设置 对 即使我们玩游戏也是一样 对 所有你算出来的这些物理技术 可能就是人家一个设置 真是 这个他确实很奇妙 那你要这样你还忙活什么呢 是啊 就是 那我还能做啥呢 我是如果是一个游戏里的人物 我就忙吧 那我还能 否则我还能再做其他 那我就违反了 干嘛 我还按照你给我大脑设定的程序 这就是 这就是哲学的意义了 哲学意义就是 你在主观上 精神上你可以超越它 但是这并不妨碍 你在客观上 还是按部交班的 追寻你自己的 我怕的是 他万一又不是个游戏呢 对 跟我们说 2012是世界末日 很多人 那说是啊 世界末日 我就躺平 我就都得了吗 那万一不是呢 那过了那一天 你怎么办 谢谢小视频 对对对 那是 对对 则生刚才想看 所以那个物理 它不是physics 哲学或者形式上学 叫metaphysics meta就是超过物的 超过的 就是说我觉得物理的 或者说这些 宇宙这些观念 最后的尽头 都是哲学观念 所以 亚里士多德也写过 物理学的书 对对 它是这样 当年这个metaphysics 它主要是一位希腊语 它是当年亚里士多德 这个人 百科全书 他什么都研究 天上地下 没有他不知道的 对吧 所以他不仅只有 我们说狭义的哲学 他也有物理学 他有伦理学 有政治学 有什么美学 叫思学 这些东西 他都搞 对吧 但是呢 他有一块最重要的 他自己把它叫第一哲学 当时他的弟子们在整理 编串他的思想的时候 就发现这一部分 又不能放到物理学 又不能放到伦理学 不能放到政治学 什么都不能放 但是又是最重要的 亚里士多德本人最强调的 最重要 把它叫第一哲学 所以就当时把它编在物理学后面 临时编了一卷 起那个权益之计的名字 叫metaphysics 这个就是在物理学后边 他编在后边了 当时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为叫形而上 翻译得特别准 特别精准 为什么呢 他就是研究了个最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的 那个叫形而上就道都 这我看说到根上啊 还是这个柏拉图不是讲吗 说哲学起源于精意 这亚里士多德说的 亚里士多德不是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说的 哲学起源于一种精意 对 你觉不觉得我们每个人从小孩的时候开始 你就对一切感到惊讶 对 惊奇 为什么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会死 为什么宇宙的边在哪 对吧 其实就这个 这个精意 而这个精意呢 是以咱们所了解的动物 绝对不可能产生的 对 我最近看看这个马斯洛的这个心理学 马斯洛其实我发现 他也有一种哲学观点 他就说啊 现在科学太多的把人当成动物研究了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什么 多巴胺的内非太亚 好像人就是动物 他觉得人就是吃穿用住 然后产生了对安全感的需要 下一个层次你要要求被尊重 要求被尊重完了之后呢 你就要求自我实现 最后这个自我实现 最后我要探索宇宙 最后我要作诗 我要自我表达 他就说 这个人可能不是科学 现在所发现的那么简单 对 这就是哲学的部分 他认为人是万物之灵 是是是 不可能这么简单 你为什么要寻求 这个世界的 这惊叹 哎呦这么美 我们死后会怎样 是 他认为我们还没有发现 人可能还有很高的那么一个 就你说的 心而上的部分 也许是真的存在 应该存在 其实人就是 既是个物 他又是个神 对吧 但是我们现在科学技术发展 越来越把人当这个物 当这个动物 对吧 就是个动物 生老病死 吃喝穿住 这样一个动物 但是实际上人是有这个神性的 而哲学可能恰恰就是 我们心中的这样一种 对神性的一种缅怀 一种追忆而已 80年代有个诗人叫顾成 他就是说 他说人可以生如蚁 而美如神 对 就说我们就活得像个小蚂蚁一样 对对对 但是我们有哲学 对吧 我们可以美如神 我们可以变猫头鹰 对对对 我们虽然是黄昏时候起飞 但现在夜生活 特 香港年轻人也很需要 谢谢 订阅 这 noted 并 moi 好